大家好,我是造型越来越像流浪汉的顾俊,好吧 那最近发的视频不是很多 但是每一个视频,好吧 我都像流浪汉的造型更近了一步 我也没有办法,好吧 那今天要介绍的一支镜头 算是蹭半个热点 因为我觉得最近我发不管是什么内容的视频 下面尼康都是热屏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好吧 让我给大家介绍一支尼康Z卡口的副厂自动对焦的镜头 那我相信你看到这里已经猜到了,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围卓士 那围卓士呢,最新发布了这个尼康Z卡口的这个24F1.8全画幅的自动对焦镜头 那就是我手里的这一支了 说实话,因为我出不了门 所以就是照片不能代表本人的真实水平 但鉴于围卓士,大家已经非常了解了,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 反正我已经很了解了 我出了不知道多少个围卓士镜头的这个视频了 那基本上来说 我觉得这支镜头除了后面的卡口看上去 比之前更大 这个画面有点不雅观 但是你知道Z卡口都比较大 所以这个看上去这边更大了一点点 更诱人了一点点 但总体来说还是保持了这个围卓士的一贯的造型 一贯的做工 一贯的我觉得算是比较有性价比的这个定价 那至于你需不需要呢 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镜头的这个外形啊 就是看上去就是一只围卓士的 我唯一一次带到外面去拍两张的时候 就是我拿披萨 我去取披萨的时候 然后我到那个火车站附近拍两张那个铁轨的照片 然后有一个有一个ABC年轻人走过来 虽然说比较少见一点 但24F1.8这个规格呢 本身也是比较少见的 那画质上面我觉得基本上也是比较统一的 总体来说就是中心的锐度 我觉得表现是比较不错 哪怕是光圈全开F1.8 因为你买24定胶 当然想要光圈全开用一下对不对 不然你就用2470就好了 或者24105 那在光圈全开的时候 我觉得F1.8的情况下 画质是非常可用的 就是谈不上是最好最锐利 但是我觉得这个画质是能让我觉得满意的 鉴于它的定价 鉴于它是一个全画幅的自动对焦的大光圈镜头 我觉得这样画质是让我觉得OK的不错的 那在弱光下面这样的1.8呢 能让你带来一些更好的手持的拍摄这个效果 同时呢如果你需要一些制造一些这种光角的 大光圈的虚化的这种奇妙效果呢 这支241.8呢 绝对能带给你这种 就之前没有体验过的这个类似的效果 那我要说一下 它让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地方在于呢 它的边角画质我觉得不是那么的好 当然也不是糟糕 但我觉得即使收到比如说F5.6 F8的以后呢 边角画质依然算不上是非常的出众 但考虑到它本身就是一支大光圈定角 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开大光圈 使用的这个几率可能会更高一点 好吧 那作为自动对焦来说呢 我觉得它的这个自动对焦表现算是不错的 算是OK的 但是我也没有进行太严格的测试 因为我目前也没有真的能把它带出去拍摄 什么工作啊什么的 就是日常的使用 我觉得在尼康的Z6上面 我进行测试 我觉得对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有一个改进 我不知道是不是改进 但是我用下来我觉得是有一些进步的是它的这个镀膜 就它这个炫光跟这个紫边在光圈全开的时候 我觉得不如以前的那么明显了 前我用过的微博士那些大部分都APSE的镜头呢 它锐度表现我觉得是非常OK的 但是它的这个色散跟这个炫光控制呢 我觉得相对来说都比较勉强的 但我觉得在这一支24F1.8上面呢 我觉得这个是看上去可以接受的 非常的可以接受 那在一些特定的角度呢 你还是能比较明显的看到一些炫光 但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我觉得就是基本上炫光是比较的不明显的 那色散呢 我觉得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你可以看到就是哪怕光圈全开的情况下 它并没有一些很夸张很离谱很不能接受的 这个紫边出现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有一点点意外的 好吧 总体来说就是你要有的这个暗角 大光圈镜头都有 它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暗角 但我个人觉得还好 我不是特别的介意 那你要说虚化呢 我觉得中规中矩就不是难看 但也谈不上有多么的奶化 那这支24F1.8呢 就像我说它主要的特色呢 还是在于这个广角24端24毫米的这个一个广角视角下 产生了这个F1.8的这种广角带虚化的效果 如果你要是比如说你从来没有买过任何的定焦镜头呢 我个人倒不是太推荐你第一支镜头就买这个 第一支定焦镜头就买这个241.8 因为可能你你还没有真正了解 就是说广角虚化这东西有多么的难得 好吧 就是比如我也不太推荐你就是跟你第一个女朋友就结婚 有时候你没有经历过太多东西 你可能不太知道珍惜 那这个东西你大概要买过 比如说50定焦啊85定焦啊 或者是什么70200之后的 你就会发现大部分的虚化是产生在那种长焦 带上那种大光圈 所产生这种虚化效果 这时候你体验过了这种人间百态以后 好吧 就是你这时候试一下这个24F1.8呢 你就会发现神奇了 之前我买的比如说所谓的变焦 哪怕是什么15351635或者是2470 F2.8这样的高端变焦 售价是它有五倍都不止的 这些变焦呢 你发现都不能达到这个广角带有虚化的这种效果 我个人是觉得好吧 蛮神奇的 当然我自己买第一支24定焦的时候呢 大概我也用过最起码 六七支七八支八九支镜头了 好吧 这个是我的人生的一些体验而已 人生谈不上 就器材方面的一些体验 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在留言评论 或者是在这个弹幕里面跟我进行交流 那很快 很快我们就再次见面了 希望接下来我的更新频率能高一点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